他這尺寸好曖昧 半怕半怕在打 感覺很像在吸 但是我們的牌 不可能蓋吧 好啦 娛樂效果 25美而已 今天我們就來進行一下線上撲克實戰 其實最近我一直有想去做一些撲克實戰的影片 有考慮說要做 現場的還是線上 後來還是決定先試試看做線上 因為我覺得線上的話 他比較有效率他節奏比較快 而且他也可以 有一些即時的講解像 打現場的話我可能要先 要先錄影片然後我要去做一些後製去做一些講解 那線上的話可以我可以即時就跟大家講我當下思路覺得會比較準確 那今天我們打的就 一樣是跟之前一樣打快速做我們打的是 就是 NL25 就是一個白音式25美 那 其實我平常 比較少打N8啦 但是 因為他可以用電腦去做這樣的 錄製比較方便 那 所以我今天就打N8給大家看 那 就廢話不多說就直接開始 A7 A7 不要不要去跟這種牌 因為這 就是你很容易被壓制 別人有什麼 A10 AJ 那你中A你就 會輸更多 這個時候 跟注不是說看價格 這個A就 應該可以扣 跟注不是說價格好就可以跟了 你是要看你還是要考慮到你的勝率 這邊三人桌我們 半期 這節奏很快所以我有時候可能沒辦法給予太細緻的講解 那 這邊尺寸的話 我會比較偏向 中偏大尺寸 因為在這邊我們還是可以有一些炸 而且我們A9 在這個面上其實是比較脆弱 這邊檯面上多了黑桃 我覺得他應該是沒有超對 我們就打 75% 我們有value bet嗎 我覺得有 我覺得有 他是什麼 8877 我覺得有value bet 我覺得他不可能是超對 A9蠻強的其實 他搞不好90 90應該不會checkplot 這邊我覺得我們是可以拿價值的啊我覺得他沒有比我們更好的牌 不知道什麼 但快速做大家也不要 因為可以快速蓋牌就打得很近 會措施很多強使錢 覺得A10這邊 是蓋牌 不能跟著 這邊都是一些比較基本的地方但我還是會稍微講解一下 因為有些人可能他不能理解 其實快速做很適合新手練功就是因為他 節奏快 然後大家打得比較近 所以你會 你要有很紮實的翻錢基本功 你練好很紮實的翻錢基本功其實你很容易就可以贏到錢 像我也是一開始也是重新開練這個AJ是蓋牌 這邊大概要AQ以上才會可以去3beta 那快速做就是你不能跟著太多因為 就是短兵相接你不能 你跟著的話後面就會很很容易有人擠壓然後把你擠出去 因為你跟著他就代表你牌力不強 多人池我們就沒有必要去炸 這邊中了一個8 8成應該沒有10 因為他剛剛大家check嘛他都打 那這個多人池要注意就是他零打出來的牌力一般是 比較強的 看他的數據看起來是偏近所以我們這邊這個8其實就沒有必要去抵抗 就可以蓋給他 我們來看一下吧 我覺得他應該 有可能會是一些 set 應該沒有兩個我覺得他們有可能是5或22啦他小忙人跟的範圍大家check 哇 哇我們最好的 讀錯了 還好 我覺得蓋牌是OK的 好這邊669疊牌那我們的A3我覺得 我可以打開他一些比較好的A啦 如果我是A10AJ我會過牌A3的話我會嘗試打掉他一些 比我們好的A 那這邊我們就是比較明確的過牌這個牌我們沒有什麼 乾淨out 中了一個3我們明確的過牌 他可能是A牌 A8 對我們其實我們flops有機會打開他啦不過他跟著 這邊 UTG能open最差吧大概是A10 K10 AQ通話我們這邊很明確可以去3倍他那3倍的話一般大概 3倍差不多 這個冷根就非常不好因為冷根你的牌力就非常受限你很有可能 他可能就是一些什麼 991010JJ或是 AX的牌 A8J 我們小範圍持續下注小尺寸持續下注 因為這個牌面對我們非常有利 他大概就是9914吧 快速桌就是你要對每個位置 能夠 Open什麼牌3B什麼牌4B什麼牌都要有非常清楚的概念 因為大家都打得很近 所以你也不要妄想說你可以去常常去張到別人問什麼 其實 在一般桌啦一般桌因為 大家會稍微鬆一點 一般桌一般桌跟快速桌的特別就一般桌不能快速蓋牌 在這樣的情況下可能 玩家可能就會去稍微願意去玩的稍微寬一點 那你或許 某些情況下你可以操作空間比較大 但是 快速做就是轉兵相接 5-3童話 可以Open 來不及 他蓋牌 99 這個位置我是不會跟啦 我會去3B 你看 8-10就可以跟了 因為在這邊的話你還有可能會被他擠啊 在8-10的話 小門跟大忙相對就比較少 6-4J很乾燥 這邊我們應該會有一個 全範圍下注 全範圍下注就是 你所有牌 都會下注在這個情況下 那我覺得99去下注其實不錯啦 因為你可以 擋掉 DNA掉他一些 高牌的權益 如果他有A10啊 10Q啊 QK啊這些牌 都會被你打幹 那我覺得這樣是好 因為他們 你不會想讓他們看到 讓他們在轉牌合牌中牌反超 轉牌 我覺得應該是個 Check OK K5可以open 剝靴 這個背出來就很強了 99我們 明確蓋啦 因為99是我們 蠻差的範圍 在這邊抓99的話你要 很多牌都要call 因為沒有必要這個比較乾燥的牌面我們 也找不太到很多炸火 其實 這個K38 馬上被打臉A10 被秀一波 看他這個 頂著 K去炸火是蠻硬的 沒關係 我們打正確撲克 99不肯抓啦 抓99 場景覺得是輸錢 但我們忘了標注他 我沒差反正 不會常打這個平台 可以標注對手 可以 像我的話我大概就是 稍微 記一下 比如說這個人會Dunk 我就會稍微標一下 或是說他 很愛 很愛跟跟注戰 或是我會標一種很特別 就是我炸火過他 然後被他看到盤 我就會標注說我炸火過他 那這意思就是說 喔 當我下次遇到他的時候就知道這個人我炸火過 那 或許我對他 有牌的時候就可以打兇一點 因為他可能會不信任我 這就是一些 看每個人都標注的技巧 蠻多 那種 高手他們都是會 標注說他 他們標注會很細 比如這個 他的下注尺寸是怎麼樣 其實蠻多細節的 A10這邊我們搞一下吧 我們可以刪B他 這應該是最緊的範圍 最邊緣的範圍 你能3B他最差的牌 之一 那我很喜歡做這種3B4B bluff 因為 大部分人他們就是抵抗太少 他們也不會4B AQ 5 我們打個 半帕吧 這個應該不會是全範圍下注 這個其實應該要大尺寸 但是我覺得 我打的剝削一點 我打一個 他不會有一個尺寸 AQO 也算是比較邊緣 因為其實 AQO 對上UTG的範圍 其實偶爾是要蓋 只是 反正我就打的稍微接近一點 讓大家多看一些範圍 因為其實 這整個玩家池 大部分就是打得比較近 所以我們就試試看去 挑戰他們的 範圍 他這邊call我這個 加上他 他這個是比較鬆的玩家 3B21的 恩 我們 Check吧 隨便打 我覺得我這邊bett好像 好像有點難平 我們要跟他打光嗎 他這個尺寸好曖昧 我覺得他有可能是AX 比我們爛的AX 比我們爛的AX 好像有點難跑耶 我們 Check Check Jam 他有什麼炸虎 有耶 這個人蠻鬆的 他這尺寸好曖昧 半怕半怕在打 感覺很像在吸 但是我們的牌 不可能蓋吧 娛樂效 25架 25架 25枚而已 25枚而已 哎唷 哎唷 在那邊弄 SILENCE 還要Blood 1組 Easy 好沒有啦 運氣好而已 我還蠻喜歡 在多人池這樣打 因為 坦白說多人池 以我的理解就是你只要看到那種頂的很多人打出來的牌力 很難差他要嘛就是有 還不錯的 買牌 或是他就是已經中 所以 我自己 比較喜歡 示弱 這我自己的 慣性打法 但我覺得 看你的形象 一樣喔 可以把我這種很乾燥的 彩虹面然後排面沒什麼連結的我覺得就是小尺寸全範圍尤其你在 有位置優勢的情況下其實對方 會抵抗很少 在這邊其實他要抵抗 所有的對子 一些後門 A-high 要抵抗很多牌 但一般人不會抵抗那麼多 甚至他 有牌他可能也只是call他也不會check raise 所以 你在這邊去下注很多牌其實會讓他 就是 EV會多很多啦 我可以把牌子抵抗